如果再來這個狀況讓人覺得很痛 原來就是最近在六甲頂門開 還有少許幸福兵的可能場所 發現有賣就紅色的荔枝春巷 生糖跟育糖 放在這個場上 六甲里長連以為 透過里長大家互相通報 使用管戶申請由這 探到學生小孩的效果 來跟幸福進行朋友放在工作 荔枝春巷前年生團十幾次 就怕學生小孩會去讓這種海棠噴到突接 六甲頂里長連以為長五順口 使用管戶申請由這 荔枝春巷 我們有跟縣長討一些荔枝春巷的藥 我們各里旅長都會通知說 哪邊有荔枝春巷 我們目前是與學校周邊為優先先噴灑 在各里 各里旅長去 去有荔枝春巷的台灣藥樹 荔枝樹去噴灑 防止擴散這樣子 荔枝春巷一年會產十次藥 一隻都產一二十隻這樣子 我們為了這次避免荔枝春巷的情形擴大 我們里長連以會都有各里長去處理這樣子 新疆里長荔枝春巷通報了後 會長五順口帶到荔枝和艦枝 來跟文貝國修航行 準備要來噴荔枝 做自己荔枝春巷的危害 我們來噴荔枝春巷的藥 荔枝春巷 因為文貝國小的藥樹都有藥樹 我們里長和副立委都很關心 我們管長也很關心 今天就是要噴荔枝春巷 如果學生人要噴荔枝 你荔枝 反正我荔枝噴荔枝就刺荔枝 所以我們培了荔枝會鬆起 所以我們這邊來就是家庭的 因為上面我們就噴荔枝 現在荔枝春巷之間 學生人沒有最高來噴荔枝最安全的 張家表示 新疆有真正的生命力 加上真後培 現在人可能要求頂 都用荔枝春巷 六甲頂立長的議會 透過立長大家好想通報 這會來幫忙做紅地的工作 大眾花新聞林貴英 六甲彩虹報道